乌尼朗 美乌米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2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带您来看的就是花莲县政府所辖花莲新创基地 即日起到3月11号举办进驻团队招募活动的收建 预计释出9个独立办公空间 9个虚拟进驻名额总共有18个名额 受理申请进驻的培育产业包含电子商务 科技应用以及自媒体等等 经过审查后极有机会进驻花莲新创基地 县长徐正未支持青年朋友在创业第一步走得稳健 并且减击创业初期的沉重进流压力 除了提供一站式全方位创业咨询和辅导之外 再提出了独立办公空间进驻 并导入了加速器专业辅导 带领进驻团队完善商业模式并逐步开拓市场 要陪伴青年走过创业的第一礼路 县长也推出了我们青年能够进驻 地方政府机关的空间 在空间里面我们也会有专门的导师 给予所有进驻的团队 一对一专门的课程的辅导 以及各项创业的各项事务的一些的协助 就是希望他们在创业辛苦的过程当中 因为花莲有一个良好的青年友善创业环境 以及辅导让他们在第一礼路里面会走得非常的平顺 然后成功率也非常的高 那我们目前青年能锁定的就是在20岁到45岁之间 然后呢进驻的产业别 以目前当下花莲最具优势的电子商务 以及科技应用 以及自媒体三项主要的产业为进驻的一个目标 建筑花莲新创基地可以享有独立的办公空间 共同公共空间 团体的会议室 大型多功能会议室 发想空间 清食堂 视讯设备还有24小时保全等 可以让创业青年大幅度节省创业初期的管销成本 报名期限只到3月11号 欢迎要创业的青年朋友保握机会 赶快送件申请 介组会欢迎市报道